电动车趋势带给锂电池材料概念股无限想象空间 尤其是中国政府发展电动车的过程中 给予业者相当大的补助支持 也一度带动电池材料厂商出货大幅成长 而对曾经在磷酸锂铁电池材料有过领先优势的利凯 却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中国扶植的电池材料业者可以用前所未有的低价破坏行情 也让利凯的营运掉到谷底 不过利凯并没有因此放弃电池材料失业 反而积极为自己寻找业务的新出海口 切入汽车企停电池 2019年营运一度好转 2020年虽受疫情干扰 但下半年营运也逐渐好转 利凯也同时积极布局除能商机 Money DJ采访团队特地专访利凯董事长张盛时 为我们分析利凯转型背后的布局与考量 利凯电自从把他的业务方向移到了国际市场上之后 他专注在两个大的项目上面 一个就是车辆 就是汽车 不管是电动车 有电池合车 或汽油车 第二个方面就是车辆 这两个面向上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从中国大陆 大概在2014年15年切入到这个产品之后 台湾的厂商就像台湾的LED一样 它就变成是一个奇产无比的产业了 价格竞争等等 各式各样的竞争 几乎把我们的生存空间都占满了 所以我们只能往更高阶 然后更有市场利基的地方去找 那当然原来中国大陆的市场很好 因为政府有补贴 可是对于台厂来说没有意义 因为台厂的补贴的范围不包括台厂 所以这也促使我们要往国际市场上去走 那么启停电池就是其中一个方向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千双电池 特别是用在微混洞的气球里面的时候 它可以达到解氧减态的效果 比方说欧盟会要求在2020年 每一公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要压低在95公克以下 那这时候你不用一些微混的 这个12幅或48幅的微混系统 你就很难达到欧盟的要求 那达到要求的话 厂商就要面临很巨额的罚款 可是传统千双电池太大太重 那会达不到这个效果 因为车量还要减轻等等的 所以我们就往这边去切入 这边切入的原因是因为 它需要高阶的电池材料 什么叫高阶呢 比方说要非常耐低温 零下负40度C 然后它要有很长寿命 要能够保护10年 在最后一轮的竞赛上 就是我们的客户像汤钱 或者像欧洲的车厂 在最后一轮竞争当中 全世界大概只有两家公司 进入了这个竞争 就是利凯跟住友 那最后是利凯得到了这个机会 这个市场非常大 可是它的时间非常久 它很难在短期之内 给我们爆发新的业绩 可是它会带来我们一个 比较长时间的业绩 比方说我们的客户汤钱 那汤钱就曾经在 东京证交所举办的法人说明会 就提到了 就是说新汤钱要以这个离铁电池 作为未来20年 这个启停电池的重要业务的发展方向 所以大概日本欧洲的脚步 它比较不会像是大陆或台湾 就是今天播种明天就要发芽 他们大概就是 我今天做完之后 未来20年就会一直做下去 所以这就是这个产业的特性 2021年我想会是我们在锄能上面 业绩增加比较多的增长点 那因为过去在2020年2019年 我们大概完成了日本三个主要的 锄能电池公司的认证 就是日本前三大的锄能电池公司的认证 我们大概都已经完成了 那这三家公司分别做的是工业除能 还有家用除能 那这三个公司在这两个领域当中 做的在日本是前三名 那我们提供材料 然后有日本当季的电池公司做成电池 然后做成这个除能的系统 然后去参与 比如说像他们也有这种 电力发电厂的标案 或者是家用除能的这个壁挂式的这种除能系统 这种测试的过程当中就很困难 时间很长 日本的客户他不会做一个一年的实验 然后推估说有五年的说明 他不会这样做的 他就真的去测五年 然后说你这个看起来有十年的可能性 所以认证时间非常的长 但是我们相信一样 就做完之后 它一个是一个很长的商业模式 锂电池这个产业跟台湾一般所熟悉 比IT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基础工业产业 它是一个长青型的产业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个东西 你需要用的时候就发现 你不能只能做模组 做模组本身是没有核心的 就好像大陆现在在做手机 做了半天 发现没有芯片 是说不出来了 一样的道理 它是一个基础的工业 所以日本在这方面 还保留了很大量的电池相对 所以他们的雏能产业也非常的发达 那我们比较可惜的是台湾这部分 台湾也我们台电也宣示要做雏能产业 可是事实上它对于很多的台湾厂商的参与 就不多 立凯可以成为日本前三大雏能电池公司的供应商 台湾的雏能产业的机会却参与得很少 我们就是很可惜 我们觉得台湾有这个产业才刚起步 日本当然是最老牌的 韩国大陆台湾都刚起步 那希望政府让台湾厂商有更多的机会来参与在里面 那或许对于这个刚刚萌芽的产业来说 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再生能源是未来的趋势 而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需要雏能的辅助 如同自来水管也需要水塔做水的儲存与调节一样 立凯已经切入了车用与雏能的两大领域 均与全球能源政策方向一致 走出2020年疫情影响后 未来立凯的业绩能否借此翻身 何时能够缴出获利表现 值得投资人持续的关注